我们发现外国人讲到台湾总是会说起 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不仅是因为台湾特有的人情味 也是因为人人都抱有善心 所以我们藉由这个专题来彰显台湾人民的善意 并将它继续传递下去 动画强调了主角在面临各种选择时的内心挣扎 以及他最终选择帮助他人的善意行为 我们同时也想传达行善与关怀他人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主管最后对主角的行为表示赞赏 为了能够让更多人看见 我们选择了各年龄都喜爱的2D足隔动画 使用了较简单但富有个人特色的人物 让我们可以使用更加夸大的表现方式来呈现画面 增加有序性的同时也能让人更加印象深刻 我们选择使用了传统的2D足隔动画 作为本部动画的表现形式 并结合电脑绘图达到主人能够更加方便快速的分配中间隔工作 再把每个足隔片段串联起来 使用特效增加音效配乐等完成动画 万般快要迟到的提拨在赶路中遇到许多需要帮助的人 在帮助与迟到两难中 万般纠结的提拨 就算自己会被严厉老板炒鱿鱼 最终在道德心的驱使下 他仍选择了帮助他人 而在阴差阳错之下帮助了公司的大人物 也因此获得上司们的驾驶 最便宜的联系列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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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